魏南是 是我們的Jackson還是 周深呢 來來來 單字組成了 來來來來 我的回答是 我以為今天能夠認識一些新的朋友 已經這麼快就厭倦完了 沒有厭倦 是因為太深愛了 深愛緣分 對 主要是這樣 幫他打歌我覺得得上個難度 你有新歌嗎 有啊 今天晚上就要唱的 有很多好聽的歌 我覺得是這樣 我得告個密 我得八卦一下 我有一個小訊息點 我跟祖兒說一下 這位朋友啊 最近忙著幹啥呢 忙著玩 完成他的唱跳KPI 唱跳KPI 想不想看周深唱跳 想 等等來一個 佳兒剛剛在旁邊說 真的沒辦法很尷尬 你直接來吧 我在這裡 男者唱跳啊 親跳 親唱的朋友親跳 親跳 親跳 見者有份啊 可以試一下 歪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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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叫我 最簡單的一個 稍微簡單一點的 最簡單就那個 就手 往前面 傑森還想找人 要不要把麥給你 少管我好不好 就這樣就可以了 試一下 來來來來 來來來 來來來 3 2 1 嘿 少管我 好尷尬呀 救命啊 朋友們 我沒有辜負你們的期望 新的名場片 誕生了 什麼 這個 這個怎麼了 不能隨便把話筒給傑森 這是一個新的表情包 2024微博音樂盛典於9月25日開啟 這場盛典 是對音樂人過去一年裡的音樂成績的總結 也是對每一個在場歌手的榮譽褒獎和肯定 本次微博音樂盛典紅毯直播在下午14點15分開啟 而盛典直播在18點正式開始 周深在紅毯等候區還遇到好多老熟人 榮祖兒 張碧晨 梁龍 王心靈 陳楚生等等 這把熟人局看得出周深還是很開心呢 據悉 周深今晚將會給我們帶來他的二專歌曲《韶關我》 而且網絡上已經爆出了聖典流程單 根據此流程單 周深有望獲得年度內地男歌手大獎 此外 除了歌曲《韶關我》 周深還將會與黃啟山和榮祖兒進行互動 其中 榮祖兒不僅希望演唱周深的歌曲 還邀請周深成為其演唱會的嘉賓 期待周深今晚的舞台 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你們好嗎 我們特別好 謝謝大家 這次很充實 對 很開心很開心 很激動很激動 走成十三場 浪漫天花板 是不是 那這樣 我們趕緊給大家安利一下你的專輯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已經發了十二首 還剩十三和十四再解鎖 哇 是不是 好走心好走心 給大家先劇透一下十三和十四首 對 對 我其實嚴格意義上來說是 這張專輯一共是十二首歌 加一個intro和outro 然後現在還在等待解鎖 最後一首歌 對 就是會在九月二十九號的時候解鎖 對 那時候大家也可以多多關注微博 因為我也會跟大家一起分享這首歌所有的感受 然後反正帶此這張專輯 我用最快的速度介紹它 反正帶此這張專輯 它相當於說的是周深會在兩百年後的世界會有十二個化身 每個化身它都會經歷一個不同的心路過程 然後也希望每個人在聽章專輯的時候都可以在每首歌身份當中去找到自己屬於的那個情感 所以我相信你一定會找到你的自己的 加油 哇 山 我弄猜一個是不是這十三首或十四首還有一首是這樣唱出來的 我不想下崗啊 你別跟我搶翻碗行不 我害怕耽誤大家時間 那我也謝謝 謝謝李莎能夠給我的機會去介紹自己的專輯 那既然這樣的話 大家剛剛聽到的那首歌請我不改 她這首歌在罵我 她說我得愛自己 你得好好愛自己 我有被罵到 但是我學會了好好愛自己 謝謝 反正因為現在那壓力都很大 然後很多時候要好好的愛好自己嘛 然後照顧好自己 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夠好好的去愛你想要愛的人 才可以去好好的去 怎麼說去擁抱你想要擁抱的人 是的 希望大家都能在我們深深的作品中 收穫到愛和力量 謝謝謝謝 太子感謝你的到來 謝謝謝謝謝謝 一起再次提前助生生 生日快樂 現在是聽歌啊 謝謝謝謝 謝謝大家 玩得開心那場見那場見 拜拜 拜拜 就大家一定要支持周深在200年後的12個分身 然後經歷所有的故事 這樣專輯就做反正 帶著大家去搜索一下 謝謝大家 拜拜 反正在此每一首 幫麥克風給我們留下 每一面 說到歌曲 周深又要出新歌咯 新歌及MV 將於9月26日上午10點整前往上線 據推測 新歌不是新專輯裡的未發歌曲 而是特定的歌曲 應該是和國慶有關 期待周深的新歌 最後說一下周深北京演唱會 如果說23日鳥巢公眾號的推文誠意滿滿 周深演唱會在鳥巢深情上演 是以宣傳周深北京演唱會和國家體育館為目的 那23日北京廣播電視台新聞頻道的報道 就是純粹的打靠 23日 BRTV新聞都市晚高峰以周深唱小鳥巢 大於遨遊歌聲海洋為題 詳細報道了周深北京演唱會 總結了演唱的曲目 稱其為現場上演史詩集的浪漫 周深作為內地最年輕的體育場行演歌手 9成13場售票近50萬張 每一場都作無虛席 場館外更聚集了大量音樂票難求 而只能聆聽場外聲音的歌迷 說周深是中國演出行業協會認證的超人氣演唱會 周深的演唱會是精心策劃的音樂藝術表演 以超越CD的現場實力 將每一首歌曲的情感表達得淋漓盡致 讓每一位觀眾都能感受到那份來自靈魂深處的震撼 當然周深北京演唱會的音響配置絕無僅有 在原有系列的王炸組合的基礎還進行了升級和增加配置 這裡也間接地解釋了聲音延遲的問題 看了周深演唱會現場你就會有一種感覺 那就是別人的演唱會是為了賺錢 周深的演唱會是在不計成本的回饋 周深演唱會還是很有感觸的 六萬人的鳥巢全部都坐滿 其實鳥巢是八萬人體育館 居然六萬人全部坐滿 因為有一面是舞台嘛 我還挺心疼周深的他唱了很多首歌 我在周深的歌迷群體裡 我總說他是水晶南海 這個事情是我提出來的 因為我覺得他的聲音像一個水晶那樣 特別易碎 因為他很清澈很乾淨 我就不想讓他多唱 就很多的歌迷說 你應該多為他寫一些歌 我很怕他用他的聲音把他的聲音 像一個藝術品一樣 怕把他的聲帶給破壞了 當然這是我的心疼 其實他沒有關係的 他的聲帶我看很有張力 他會用各種唱法唱 當六萬人一起大齊唱 燈火裡的中國的時候 我還是挺激動的 我有一次是 建國七十週年晚會 在天安門廣場 十萬人首都市民唱 不忘初心 那天我在現場 我是非常的激動 流下了眼淚 這次在鳥巢八萬人體育館 做了六萬人一起大合唱 螢光棒燈火裡的中國 那真的覺得國泰民安 燈火通明的感覺 唱完了以後 我旁邊坐了一個人 一個詩 就說 老師我特別喜歡你寫的 燈火裡的中國 你居然認識我呀 我說你哪兒的 他說我們這一塊全是新加坡的 我說你們從新加坡來看他的演出 他說是 他說那邊是香港的 都從很多地方來 我就覺得很開心 就我開心的不是說他認識我 而是新加坡的人 香港的人 他們也都知道燈火裡的中國 這首歌現在傳得很遠 包括這個迪拜的溫泉廣場 歐洲 意大利的合唱團 都在唱燈火裡的中國 中秋晚會 包括去年 昨天的 包括大灣區的晚會 央視的中秋晚會 都在唱燈火裡的中國 我覺得能寫這樣的一首歌 特別感謝 特別感謝上場 我覺得我會更加努力的 也謝謝所有喜歡我的朋友們 感謝你們每一個人 真正的感謝 請訴深感 那剛剛萌芽的緣分 的謀生 顯得很有氣氛 夕陽裡的我們 這場青春 為了 於是 在 慢慢 變得 完整 思念 在 發生 總 有人